各位大家好 今天就到朗平站去找食物 聽說過橋麵檔開了一間新的分店 所以今天就慕名而來來吃一吃 其實這個位置在哪裏呢 甚至朗平站那條河道 沿著一直走就已經找到那間分店了 但自己過去吃 其實他要沿浪澤走過去 相對的距離比較遠 所以這次真的想試一試這間新的分店 其實那個位置現在沿著那條河 一直走下去你就會找到那間分店了 這裡就是沿路的風景 因為現在是晚上來的 然後一直向前走 去到角落的位置的話 你就會找到那間分店 就叫做這個過橋麵檔 其實很容易形的 整個門牌 還有你看到那個相片裡面 都已經有那個霸王雞了 其實這間店鋪是吃什麼呢 其實是吃一些小炒的 但是我自己通常 就不會吃這些小炒的 馬上揭就會揭進去 有什麼巴勒雞 還有豉油雞 霸王雞 我自己通常就會叫這個 霸王雞的菜飯 這次就叫做菜飯 而我太太就叫了這個麵 現在你就會看到這個霸王雞 哇 真是 其實你看到是非常之多蒜和蔥的 記住落單的時候 可以說多蒜多蔥的 這個就是我太太叫的麵 其實你看到兩個的份量 其實都非常之多 你真的很想去吃 但是你看到我太太就沒有叫這個多蒜多蔥的 所以你看到相對來說就少一點了 那我們看看那些雞 其實這隻雞 如果你去目測去看看的話 都有半隻雞 其實這隻雞都很多肉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吃了 其實那個味道我就會這樣說 那個麵 其實那個湯底 就像這個雲吞湯麵的湯底 當中其實很香大地的魚味 其實吃下去 其實我自己都大約都 你看看那個雞 其實是非常之好吃的 而去到最後的菜飯都非常之好吃 你會見到我吃了整個飯 雞都未吃完的 可想而知其實那個量多 那去到後期呢 其實你吃到底的話 其實去底那裏鋪了些芽菜 吸收了一些雞的味 還有一些豉油味 是非常之香的 那去到最後 其實最後買單 究竟大約幾錢左右 其實都挺值得吃的 那其實半隻雞這個霸王啤 你見到吃了大約126元左右 即是平均每個人是63元而已 你友好感受一下 謝謝